台湾立法机构质询开天窗事件在岛内持续延烧 民进党方面有声音批评 韩国语所谓独断专行应该检讨 国民党则回击 民进党只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太过双标 对此岛内舆论分析称 此刻最重要的应该是尽快想好补救的办法 而不是陷入蓝绿丝扯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 舆论各界持续关注朝野对于韩国语所谓没收总质询的攻防战 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民在参加活动时 炮轰韩国语的行为是所谓独断专行应该检讨 像韩国语院长发生独断错误 理事业人的错误 这都要给检讨改进 国民党方面则回击称 柯建民只会选择对民进党有利的解释 这样做太过双标 柯建民不能因为自己是立法院的老屁股 就觉得自己说什么就对 那对民进党有利的就说要看议事规则 对民进党不利的议事规则就说要看惯例 对此台湾TVBS电视台则分析称 朝野在18号召开协商 讨论后续补救办法 据了解目前恢复质询权是朝野共同方向 如何能让争议风暴尽快落幕 让台湾立法机构走向正常通顺的运作模式 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民进党民代若想继续当心水小偷 浑水摸鱼当巨鹰 那么曾经支持民进党的选民们 或许该看看自己一票一票选出的代言人 如何挥霍大众对他们的期望